再來我們來看那個剪貼簿的地方 因為我剛才有跟各位提過 其實剪貼簿是各位平常最不會去想說我要做什麼加強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比如說你在做假設你在講報告的時候 有沒有某些資料你需要重複使用 會不會 比如說你假設做這份報告可能某些關鍵字也好 或某些資料請問一下有哪些資料會經過剪貼簿 這個我應該要抽一下 我來問一下同學好不好 資餘 有在 請問有哪些資料會經過剪貼簿 你覺得有什麼資料你會用用剪貼簿來做處理的 圖片還有沒有 文字 還有嗎 PPT PPP簡而言之叫做檔案對不對 只要是電腦裡面的檔案都可以經過剪貼簿 對 等一下 休息時間來一下 好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既然有這些東西會經過剪貼簿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的剪貼簿 那我給你看一下我的剪貼簿 在這裡 你知道嗎 我的剪貼簿 這些東西剛剛 這些是我剛剛 在做的 你看 有沒有文字資料 有沒有圖片 有沒有檔案 他剛剛講的三種有沒有都在裡面的 但是你知道嗎 我這些資料 不是只有現在在用 下次開機還會在 下次開機還會在 所以你隨時要用可以隨時叫它 而且呢 如果我有需要的話 我可以用搜尋的 我把它看一下能不能拉走 可以可以 再上來一點 有沒有看到我下面有個搜尋 剪貼簿也可以搜尋啊 比如說我想要找 剛剛 我們有那個雲端好了齁 好 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剪貼簿有用過有雲端的 通通有列出來 有沒有都在裡面 為什麼你用過資料不能重複使用 剪貼簿是最貼近你的啊 結果你都不用它 對不對 這個對我們提升你的學習 或者是工作效率 很有幫助啊 因為這些剪貼簿資料 假設你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常常會需要重複的 那我不需要回去再找 比如說我需要這個 剛剛需要這個字 就是你如果一般我們摳網頁的 摳文件的 你最後的做法就是 我再找回剛剛那一份文件 再重新複製一次 複製完了再去貼上 這樣是不是很浪費時間 齁 所以 這裡 剪貼簿就像這樣 比較有意思一點 你把它清掉就好了 那 剪貼簿請問你覺得要記幾個比較好 蛤 既然它有資料庫的概念之後 你覺得剪貼簿幫我們記幾個會比較好一點 最多的話我記得好像可以到超過1024 不過一般我們不會記太多 好可能像我這邊預設的就是記100個 也就是說超過100個 101個之後就從最舊的那個就刪掉刪掉刪掉 你回去像這種軟體你回去唯一要做 因為這些都有中文 你可以自行切換語氣之後有中文 像這種 這種軟體我回去唯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 這個軟體 要在開機的時候就幫我怎麼樣 啟動 也就是 我一開機的時候就幫我自動收集我剪貼簿的資料 這樣了解嗎 有點感覺了嗎 就這個地方唯一要做的就是這個 那麼你如果弄好了之後呢 其實就還好 那它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功能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你看 因為我現在其實我不是用微軟的Office 所以我開另外一個 跟Word一樣的功能 開一個新的 如果我需要某一個圖片的話 一樣把這個稍微拉上來一點 假設我要剛剛那一隻貓 你看我們剛剛不是找了一隻貓嗎 對不對 你就點兩下吧 你看貓就回來了 但是我們講過了 因為這是PNG嘛 所以你用複製剪貼簿 不會是沒有透明 那我現在這個弄完了 我需要一些文字 剛剛有用過文字 點兩下有沒有就回來了 這樣資料使用有沒有比較方便 就方便很多 我需要什麼資料就可以拔回來 那如果某些資料真的很重要 比如說這隻貓 你就看它很對眼 你不希望它被刪掉 你可以按右鍵告訴它 這裡 有一個永不自動刪除 它就永遠不會被 就不會被刪掉 甚至你可以加上什麼 置頂的功能 如果這個詞 或者這張圖片很常用的 我可以把它永遠 放在最上面 你看在這裡 我們可以把它黏在最前面 這時候它的圖會長得不一樣 但是呢 你新的永遠從它以下開始 不會把它蓋掉 所以你常常在用的 就可能某一段時間常常在用的 你這個就可以像這樣 你先留著 不用擔心說 我剪貼簿我還要搜尋了 不用 你只要一點開就看到 一點開就看到 事實上還有一個 你們可能沒有特別留意過的 我給你看一下 請問你們在看這個 新聞的時候 可以調查一下 請問你們家首頁都設哪裡嗎 蛤 是設Google還是設Yahoo 大概這兩個應該就佔了八成以上了吧 有沒有這兩個以外的 設為金門大寫的舉手 我請主任特別頒獎一下 哈哈哈哈 應該沒有吧對不對 原則上 會設Google的大概是以找資料為主的 會設Yahoo的 看八卦為主的 沒有 因為家裡面沒有訂報紙 就順便看新聞 以我的所謂來 我是設MSN 但是都可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裡 好來 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們這樣子 剛剛有講過123 123 是不是選起來 但是我問一下 如果你這樣選起來 你貼到Office裡面 請問 格式會不會帶進去 會啊 對啊 那你想看看 如果會的話 Office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功能 貼的時候 有一次機會 你可以選擇 要不要 就是有沒有格式的文件 萬一你錯過那一次機會 你的格式就在Office裡面了 那時候要清掉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這裡有個功能 你看 在這邊 如果你真的 要這個文字 可是呢 可是我不需要它的格式 你可以按右鍵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那個功能 僅局限於Office 你看微軟都比較偏心 他都只對他們家的比較好 其他軟體都你自己 自己處理自己處理 你看我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叫做 緊貼上純文字 有沒有 你可以就把純文字貼進來就好 所以你在其他軟體 像我們一般比較常用到 像Photoshop啦 以拉垂特啦 這些工具的時候 欸 我這個工具 這樣的格式就方便很多 甚至我還可以直接去編輯 簡貼部的內容 也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 在這裡 在網頁上你所看到的 雖然說 欸你這樣摳 因為有些時候 我們會不小心摳到 那個刮號啦 雙引號啦 之類的 你如果這樣複製了 那你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貼上之後再來改 但是每次都貼錯了再改 累不累 累啊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子 假設這個 我就前面這一段不要 前面這一段我不需要 那我可以來編輯一下我的 剪貼部的內容 我就把那一段把它怎麼樣 這一段我就不要了 你不要每次都放在我剪貼部裡面 我剛剛是不小心摳到的 把它存起來 這樣 你以後貼出來 就通通都是正確的 有沒有這樣就出來了 這樣了解那個概念 所以這個低頭的部分呢 它其實很大的幫助 對我們在本機端 你要找資料 剪貼部加強一下 我們再找資料啊 再重複應用這些資料 就相對輕鬆很多 那這個是我們先針對 就是在個人電腦裡面 比較常見的部分 跟各位做個分享 那我們利用這個時間 就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快3點34分了吧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各位起來動一動 好不好 我們大概45分鐘之後再繼續